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使用电动滑板车 不过依照现行的法规 它是属于动力运动休闲器材 不可以骑在马路上 同样也不可以酒驾上路 台北市有名男子他喝完酒之后 就骑成这样子的电动滑板车回家 在半路上被远景拦下盘查 发现他的酒侧值高达了0.68 当场被逮捕 最高得面临三年的刑期 男子骑着电动滑板车一路摇摇晃晃过斑马线 搞到对接马上被远景拦查 喝酒吧 大哥 可以 喝什么 喝多少 两罐 两罐啤酒 对 坦诚有喝酒 但似乎是不知道骑成电动滑板车也算酒驾 0.68 这很高耶是不是 0.25以上就这样很高 0.68 你不只喝两罐 没有 我是最后要走的时候被灌两罐 台北市的门男子跟好朋友聚餐 畅饮到清晨 酒还没退就骑电动滑板车回家 但这不仅违反倒交条例第32条 更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 最高面临三年徒刑并科罚金30万 电动滑板车属于动力机械 只要九侧值超标同样触犯公共危险罪 电动滑板车现在呢还不属于慢车的规范 所以是不可以骑上一般道路的 最多呢 骑士只可以骑在河滨公园或者是家里的社区广场 依照现行法规电动滑板车独轮车都是动力运动休闲器材不能骑上路 加上又是动力机械 九侧值超标就会触犯公共危险罪 虽然四月份令月三读通过修法 要把电动滑板车归类进慢车 未来会有条件开放骑乘上路 只不过施行日期还没有公布 提醒民众还是小心触法伤了荷包 接着红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